他认为啊 他说首先 这个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 这样一个基础是不同的 基础是不同的 他说这个方法的总体性 方法的总体性啊 他说这个从这个区别来看 方法的总体性不是针对历史的逻辑 而是针对逻辑的历史 这个我们可以看 这是两个 一个是历史的逻辑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他说方法的总体性啊 不是针对历史的逻辑 而是针对逻辑的历史 他也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里面呢 他说马克思的总体性方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这个是讲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系 就是他都是讲了什么 逻辑和历史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但是呢 黑格尔把辩证法看作什么 是对现实的自我认识强调过程具体的总体 辩证法和历史的观点什么 都是他哲学的内容 但是他讲的是什么 绝对精神的框架 绝对精神的框架 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 他也把它看作是一个过程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所注重的是什么 注重的是逻辑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他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逻辑 是基础是逻辑 而不是历史 而不是历史 我讲整个过程 那么我就是什么 我就是主要是强调他的这样一个 内在的这样一个逻辑框架 内在逻辑框架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去掉了这样一个内在逻辑框架 他就不可能 就是主要是要探讨什么 要从这个发现历史当中的一个逻辑 这是黑格尔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作为马克思的哲学呢 他强调是什么 你这个逻辑的历史是什么 所以他的逻辑点是一个历史 是一个历史 所以也就是说 正式强调逻辑的历史 也就是说他什么 走向了一个现实 走向现实 既然你这个逻辑的 现在的一个现实的历史是什么 现实的这样一个历史是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成了这个马克思 这个卢卡奇 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他认为 他说黑格尔正是因为强调的是逻辑的 历史当中的逻辑 所以他不能把他的历史主义观点 把它贯彻道理 那么相反的 而马克思他在继承了黑格尔的 现实的概念的逻辑意义上 把现实的这样一个理性内容 把它作为 就是现实里面包含的理性的内容 因为他有逻辑的形式 也有逻辑形式 但是他进一步的要把这个逻辑的意义啊 把它和这个社会和人的 现实能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所以马克思我们讲了 马克思在强调他的这个历史 在这个我们上学期讲的 上学讲的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什么 他说我们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是现实的人 就是我的出发点 绝对不是以逻辑为前提的 也不是以逻辑为终结 而是刚好什么 我在讲这个逻辑的时候 逻辑是我的一种理性思维 我讲的逻辑是一种理性思维 就是我对现实事物的研究 我不能停留在什么 一个经验的描述上 一个经验的描述上 所以我要把它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这是一种理性 但是我在做这种理性研究的时候 我的现实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历史本身 是历史本身 所以他说我的出发点呢 是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 而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 那么正是这样的 所以现实同样都强调现实 所以现实在马克思那儿 和在黑格尔那儿 它是具有不同的含义的 在黑格尔那儿 他讲的现实是逻辑 而马克思那儿呢 现实的实体啊 不是本质的异化 而是人自身的本质 人的社会存在本身 人的社会存在本身 也就是说 它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 极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极其内在矛盾 同样的呢 它同时强调啊 现实的主体 现实的主体啊 也就是推动历史运动的主体 也就是说 它不是这个绝对精神 而是群众本身 也就是群众本身呢 就是指的 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当中 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 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现实啊 它是作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所以现实不是面向过去 而是面向未来的 面向未来 那么这样呢 正是通过这个 对逻辑的历史的研究 历史的研究 而这个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它作为一个现实 作为一个现实 包含着这样一个三层含义 一个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二个呢 强调啊 这个无产阶级 作为一个主体 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 就是资本主义的矛盾 那么它的主体呢 就是无产阶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生产和再生产 也就是像过去的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发展当中 形成了这样一个历史辩证法 形成了也就是说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历史辩证法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历史的规定 对现实的这三层规定 是不是就形成了 这个卢卡奇研究的这样一个对象 第一个 从资本主义的矛盾当中去分析 第二个 作为主体要分析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的再生产 生产和再生产 那也就是什么 要分析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 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是不是和我们前面讲了他的哲学的特点是一致的 哲学特点是一致的 所以正是他对这样一个 马克思的现实概念的这样三层分析 三层分析就构成了 他对这个哲学的研究对象 也就是构成他的意识形态 阶级意识理论的这样一个前提 所以他通过对这个总体性范畴的这样一个清理 就过渡了他了 就是就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对阶级意识的这样一个研究 这就提出了什么 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的问题 就是说也就是落到什么 对阶级意识的研究 对阶级意识研究 那么在阶级意识的研究上呢 他就要研究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要研究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的问题 既然要研究它的对象 既然这个主体是无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的研究又放到资本主义的矛盾里面去研究 所以既然要研究阶级 那么就是说怎么去研究阶级意识的问题 这样他就通过对总体性范畴的这样一个说明 确定了自己哲学的研究对象 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他是对阶级意识和思维的这样一个分析 那么这样一个分析怎么来的 我们看到这个葛兰西 他在讲实践哲学定义这个市民社会什么 是对哲学什么是哲学 人人都是哲学家 也就是从这个前提哲学的前提来定义 然后形成他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卢卡奇 他在强调他的阶级意识 作为阶级意识来进行研究 在确定他的哲学对象 他通过什么呢 重新清理总体性方法 就说唯无辩证法的本子 作为总体性的方法 他应该是什么 他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他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 而是什么 而是辩证法 一种历史辩证法 这是他的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他强调这样一个历史辩证法是什么 包括行动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阶级的 这是和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区别 就是要把要研究 怎么样从一个正确的理论 转化为这个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阶级行动 这当中的一个转化 也就是说他的阶级意识 也就是反过来说 怎么样使这个群众啊 把他们的无意识的这个行动和要求 转化为什么 转化于一种自我意识 把它变成一个自觉的意识 就是我要做什么 我是知道的 我需要什么 我是知道的 从一个无意识的东西提升为一个自觉意识 这个是如何可能的 如何可能的 这也要对这个阶级意识啊 本身进行一种研究 进行研究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卢卡奇就专门分析了阶级和意识的问题 在这个阶级意识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阶级的意识 就是他为了分析阶级意识啊 他就提出了一个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 那么在分析这个问题当中啊 他首先有一个什么是阶级意识的问题 什么是阶级意识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他对阶级意识的这个定义 他说阶级的意识 就是理性的适当反应 就是理性的适当反应 而这种反应 则要归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 这种反应啊 要归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 那么这样一个 我们把这一段话啊 这是他的一个定义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一段话包含哪些意识 包含哪几层意识 那么第一个我们看 他说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 那也就是说什么 阶级意识不是一个经验的东西 不是一个行动的东西 它首先是什么 是一种理性的意识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所谓这个阶级意识 它首先是理性的 理性它就是什么 表现了人的一种自觉 所以阶级意识 它不是一个经验的 而是一种理性的 不是一个什么 普雷诺夫所说的社会心理 大家是一个无意识的 没有系统的 而刚好是什么 是一个理性的 所以他说什么 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 适当的反应就是什么 刚好是对它的实践的反应 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实践的 一个恰当的这样一个反应 所以它首先是历史的 他说第二个呢 第二层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这种反应 也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理性反应 它要什么 它是要归于生产过程中的 特殊典型地位 这个特殊典型地位 它有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特殊的典型 是指的特定的经济形态 和理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什么 归于生产过程 这个生产过程是什么 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过程 是吧 是资本主义过程 特殊的典型地位 理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 理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 在整个生产体系当中 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当中 你无产阶级应该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地位上 什么样的地位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定义 既强调阶级意识是一种理性的 这样一个理性的这样一个意识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同时强调这种自觉的意识 不是一个抽象的 不是说马克思定义了 我们这儿就已经可以 遗劳永遗的 而是包含什么了 就是说这个定义就包含在 对历史过程特定的 这样一个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 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然后它的特殊的典型地位 你是处在哪一个地位上 哪一个地位上 所以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定义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 结合总体性的 这样一个阶级意识来理解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也反映了 它的一个总体性范畴 我们可以看前面讲 总体性范畴包含哪些 一个是理论上的 它是理性形式 那么第二个 它应该是什么 包含行动 包含行动 所以你既然要包含行动 你对阶级意识的研究 你既要分析它的过程 它的内在矛盾是什么 另外一个 你还要分析 它究竟你这个阶级 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什么地位 所以这就是它对阶级意识的 这样一个定义 它对阶级意识的定义 也就是说什么 是一个什么 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总体性的阶级意识的 这样一个定义 那么对于这个 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我们为什么强调 它是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呢 正是因为对 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那么你任何非总体性的 非总体性的 它一定是虚假的 所以这个虚假的意识是指的什么 是相对于这个总体的意识而言的 就是它前面说的这个阶级意识 是什么 我们把它区分一下 它讲的阶级意识是什么 是讲的一个总体性 那么这个总体性 包含你的理性认识 包含你对特定形态的分析 同时还包含什么 你特殊的这样一个典型 你这个阶级所处的这样一个 阶级的这样一个地位 在这个社会形态当中 所处的地位 如果这三者是一致的 你就是总体性的 就是一个正确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这个里面出现了偏差 出现偏差 违背了这种总体性 你就会成为虚假意识 成为虚假意识 所以呢 它是为了说明 为了强调这个阶级意识的总体性 那么它就讲了虚假意识 而且在它看来 总体性 阶级意识的 这个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它是一个什么 理想状态 理想状态 在现实状态当中 这个阶级意识 它是以虚假意识表现出来的 它表现为一种虚假意识 那么什么是虚假意识 我们说如果你要是理解了总体意识 就好理解虚假意识 如果不理解这个总体意识的话 你也就没办法理解 什么叫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 所以它说这个虚假意识 就是说和总体性不同的虚假意识 它说应该什么 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 虚假意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和我们前面讲的是一样的 一个是认识层面 一个是它的实践层面的 那么在认识论的层面上 它说意识所表现的社会整体 只是某种社会和历史的环境 不是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社会整体 它有现象和本质之分 现象和本质之分 也就是说本来你说 我们讲的 它讲的什么 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前面我们讲的 你们看 它讲的什么 这样一个基础历史运动的现实 它什么 它指的是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矛盾 是资本主义的矛盾 那么现在它就说 你这个虚假意识 你不能反映社会的矛盾 你只能反映什么 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现象 资本主义的现象形式 而不是能够深刻揭示它的本质 所以这个叫什么 你是对 你没有把握它的本质 没有把握这个社会的整体 所以你这个东西 就会出现一个虚假意识 我描述了这个社会整体 但是这个社会整体 你没有进到矛盾当中 就是说你没有去把握它的本质 所以这个会产生虚假意识 它说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虚假意识呢 就是在实践层面上 实践层面上 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意识啊 不能使阶级的行动达到它的目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样一个意识啊 你不是反映的这样一个 和群众的需要啊 它不是一致的 不是一致的 你没有办法把群众的需要 就是把这个群众啊 从它的这样一个需要的东西 把它全部反映出来 使它什么 能够自觉地接收你这个理论 能够认识理论 所以你的理论和现实啊 出现了这样一个差异 出现差异 所以不能使阶级的行动啊 达到它的预定的这样一个目标 达到它的预定的目标 它说这两种啊都是属于虚假意识 虚假意识 但是呢 它认为啊 这个虚假意识的出现 它说这两种 一个是论识论上 一个是实践上的 它说这两种意识 这个虚假意识的出现了 它说不是一个啊 不是论意的 不是说我随便说 哪个是虚假意识 哪个是总体意识 它说它是有这个 它的这个原因的 那么这个原因呢 从客观上呢 它有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 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啊 要充分暴露出来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还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能认识到的 不能认识到它的本质的 所以它有一个什么 客观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从它的客观原因上 那么在主观原因上呢 就是说你的认识主体啊 要受到阶级利益狭隘的一个限制 受到阶级利益的狭隘限制 那么这个阶级利益狭隘限制 是一个主观的 是吧 它说这种受到阶级利益狭隘性的限制 不仅仅是指资产阶级 我们通常说资产阶级 为了它的这样一个利益啊 要保持它的利益 所以它不能站在无产阶级 大多数的这样一个立场上 所以它看不到社会矛盾现象 或者说它也不承认社会矛盾 它认为不仅仅是 这个资产阶级有阶级利益的狭隘性 无产阶级也有阶级利益的 这样一个狭隘性 所以呢 也就是说虚假意识啊 它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有虚假意识 同时呢 还有无产阶级也有虚假意识 所以它就分析了 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 和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之间的 这样一个关系 什么叫资产阶级的这个虚假意识 什么叫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虚假意识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它对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个分析 这样一个分析叫做 这个虚假意识的这样一个出现原因的分析 它说如果阶级意识 如果阶级意识 从个别阶级的利益出发 它就不可能发现社会存在的总体 如果你仅仅站在一个个别阶级的立场上 你是不可能发现社会的总体的 如果一个阶级把思想归因于个别阶级的利益 并认为依赖于这种利益的思想 就可以达到他们的逻辑结论 这样它就无法集中社会存在总体的要害部位 那么这个阶级注定要起次要作用的 所谓起次要作用是什么 你是要退居历史舞台的 你是要退居历史舞台的 所以这个地方它就强调 就是说所谓主观因素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阶级意识 你仅仅是什么 本来这个阶级意识是一个总体 是一个总体 你却把它变成了一个个别意识 个别的意识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走向了这样一个片面性 就这样一步